OK 哈囉大家好我是T-Monk 然後今天的時間是 稍等我一下 我直播處理一下問題 有夠尷尬 等我一下下 OK好 大家好我是T-Monk 然後今天的時間是 5月28號晚上8點 然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GNB的參與者T-Monk 然後今天的題目呢是 沒有人的運動 黑客鄉民與資料行動主義 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很高興就邀請到 長期參與觀察GNB的人類學家 Dr.MG Lee 梅君 跟大家打個招呼 對 所以我們通常在GNB的時候 都會習慣因為時間的關係 又參與的人很多 都會用 三個關鍵字介紹自己這樣 不過今天的Spotlight 就在梅君身上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以稍微花多一點時間 不過也是三個關鍵 但是是關鍵的故事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有三個關鍵的問題想要問你 然後來透過這樣子的問題 像請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自己一些背景這樣子 我想問的一個問題是 你如何知道 你是第一次怎麼知道GNB的 然後參加過什麼project這樣子 那你除了在學術界的工作之外 之前還有做過哪些工作嗎 這樣子 嗯 那就交給你 喔等我一下喔不好意思 我好像沒有抓到你的聲音 Sorry 哇真是吐氣捏 抱歉抱歉 不會不會 喔 你來你講 麻煩你跟大家找個招呼 這樣子 我是美君 有 我有收到你的聲音了 不好意思 剛剛前面有點稍微沒收到這樣 不過OK 好 那就交給你 好辛苦了 OK 所以三個關鍵的問題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GNB跟 其實蠻多參與者可能跟我很像 就是318的時候的直播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在美國 所以我其實是透過直播認識GNB的 那其實我等一下論文的開頭 也會稍微再講一下這個過程喔 那第二個問題是 我參與過什麼專案啊 我做田野的時間是2016年中到2017年 後面是那個CV Tech Fest跟 好像是8週年還是7週年的 GNB7週年的那個黑客松 對然後 我們那時候在這個OCEF工作的時候 其實出版了那個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某個程度上也算是我在GNB的一個 就是跨界的坑喔 就是因為這個報告也是 受到GNB很多參與者的幫忙 那中間當然還有參加過很多不同的專案 可能就是到處去蜻蜓點水一下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做過什麼工作喔 我其實做過很多很雜的工作 我做過科技業的面板廠的PM 喔真的假的 你在哪個縣市啊 清楚啊我在竹科 那個時候是在竹科的工廠 哇喔 對 OK 然後也做過其他 那時候我的背景都是人類學家 我都是人類學系畢業的 但那個工作是他們覺得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的 對當作一年 然後來我跑到了三立電視台去 呃現在叫做愛玩客 我剛好在冒險網轉為愛玩客的這個 時間進取的這個節目的節目企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帶大家出去玩啊 就帶節目聽人出去玩這樣子 喔 對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工作讓我對科技 媒介 數位產生很大的興趣 那從人類學的角度去思考這個東西這樣子 嗯 對 好 很高興你的分享 那 三個連 呃三個關鍵的 呃問題都問過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會到 呃美君要分享你的論文的部分這樣 那在分享之前的話我稍微提一下 簡單提一下我們的議程 就是我們大概會有 接下來會有45分鐘的時間 請美君分享他的論文 然後 呃接下來大概會有5分鐘的這個 中場休息的時間 那中場休息的時間 我們就會把這個GZ的聊天室的連結 開放給大家 大家可以進來直接 用你的麥克風問問題 或者是 你也可以透過我們現在畫面上的 直播畫面上的 右上角有一個 呃QR Code 都一直放著 就是slide的QR Code 你也可以透過線上提問的方式來提問題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美君囉 好 感謝你 那我來分享一下我的slide OK 然後 在我 處理這個技術問題的同時 OK 我其實非常的緊張 這好像是再一次經歷口試一樣 口試 而且是給不特定的很多人 這是非常熟悉我論文題目的很多人 好 看得到我的這個slide嗎 有 我看到你的slide了 好 那我就開始囉 那我其實是有講稿的喔 因為我做一個容易緊張的人類學家 我希望我說的東西跟故事是精準的 所以都有一些那個 那今天大家也不用廢氣打什麼共筆喔 因為這個講稿最後我就會把它貼在我們的共筆上面 好 好 那剛剛已經簡單的自我介紹過了喔 我是美君 那在社群大家叫MG 我現在在科技部的人設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那我是去年12月的時候從UC Davis畢業 是人類學的博士班喔 那這一場演講我其實講了三次 為了求職的關係 在兩個學術 兩個公開的學術場合 跟一個不公開的學術場合喔 那這是第四次講的 那每一次講當然都會有小規模的修正喔 那現在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版本喔 我稍微拉掉了一些太多的這個理論的部分喔 然後把更多的材料放進來 那我想這是跟大家更切身相關的部分 好 那這個前言說完我就直接開始了 喔 好 OK 所以這次2014年的太陽化運動 當年我是在美國讀博士班 那是我博士生一年級的時候 所以當學生衝進立法院的時候呢 加州時間正好天亮了 我是透過網路直播 開始了我的數位運動的參與 從直播的鏡頭裡面 我認識了G0V臨時政府 這群對當時的我來說 帶有一點神秘感的黑客社群 他們運用數位工具 將運動的現場 帶到原在太平洋另一岸的我 而我遠距參與在這場運動的形式 也正好與G0V透過電腦科技 投入在這場運動的方式不謀合 我們既投入又被中介者的參與 在這場運動中 那這樣的數位運動 數位參與到底代表什麼呢 我是帶著這個問題 已經開始了我的博士論文的田野 那世人們對於網路還充滿著很多希望 相信它可以帶來參與 生化民族的2014年 那當時 在之前不久有阿拉伯之春嘛 也有很多的佔領運動 那還有許多的這個 還有hashtag動員的這個運動 那很多學者提出一些概念來分析 這股不同的傳統社會運動的這種 不特定大眾的串聯方式 像是我這邊列的一些像 Digital Reliquid Democracy Network and Hope 或者是Connective Action 相對於collectivation 集體的跟這個連結的行動 這樣子的概念 但同時間 對於科技相對比較謹慎的這個學者 比如說最有名的這個model 他就已經提醒我們 網路會製造群眾的假象 反而成為真正運動的阻礙 他提出selectivism 我翻成懶人行動主義 這是指這些躲在電腦後面 緊緊按讚分享連署 就覺得自己已經做出行動 而不會去走上街頭 去真正參與抗爭這樣子的人 除此之外 隨著網路也逐漸的普及跟成熟 我們也越來越依賴 在小數幾個社群媒體跟平台 所以讓這個網路的空間 不再是他剛誕生的時候 我們所想像的這種 去中心化民主的工具 那這些被稱為big tech的科技公司 比方說臉書或是google 那他們透過提供免費的服務 剝削了使用者的資料 打造出一個又一個監控資本主義的勞容 那更讓人擔憂的事情是 我們發現不只是運動者 在使用這些科技 威權國家也開始利用數位科技 來進行監控跟審查 產生了所謂的數位獨裁 所以其實短短不到20年之間 我們對於網路的態度 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翻轉了 那我的論文就正好產生在這個 快速變動的網路時代 我試圖處理的問題 不只是這個gmv hacker如何去深化參與 帶來改變 同時也是他們怎麼樣用開放這樣子的理念 去面對這個數位轉型所帶來的 各式各樣的這個社會問題 好 那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大綱 我分成大概五個段落 那我中間會用三個概念 Ryzone, Assemblage, Parasite 來談 那這不是我認為的全部 這是其中幾個章節的這個濃縮版 OK 好 首先現在我們來談談 Hacker這個詞 Hacker 越來越多學者是在關注 這個十分特殊的行動者 那研究Hacker最著名的人類學家 Gabria Coleman 他除了做這個Open Source Hacker的這個 他做了Debian的社群的研究之外 他後來還寫了一本書 關於Anomalous 匿名者的這個書 所以這算是在這個Hacker的社群 很多樣貌的Hacker社群裡面 他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研究者 那他指出Hacker是一個很多意 而且不斷變化的詞彙 他不僅只是包含那些我們在電視上看到 那種躲在電腦後面啊 進行非法行為啊 遊走在法律邊緣這種 電腦高手之外 他其實也包含了 提倡這些開源自由軟體的技術人 做公民科技的行動者 做資安防護 這種俗稱白帽黑客這樣子的高手 或者是像匿名者或危機解密 這般就是使用黑記 在進行很特殊的政治活動 或政治介入的這種 遊走在各種法律邊緣的這個群體 那最早有系統在描繪黑客的這個 他是一個記者 Steven Levy 他出了一本書 那他指出黑客 拒絕被簡單的定義跟歸類 那我也可以說是共通點的 是他們不說大話 而要動手做這樣子的精神 他要稱為Handsome Imperative 那在這個動手做的精神 到了Corman筆下 更強調他不是為了任何的目的 而採取行動 而是把黑記hacking這件事情 當作他的目的的本身 不斷的精益求精 好像職人一般要把這個hacking做到最好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另外一個人類學家 這個Kelty 他也開始在關注這個 他主要是關注自由開源軟體這個社群 那他指出這種關注於這個技術的這種 精益求精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種遞回公眾 因為他是不斷的在對於這個技術 制度法律不斷的檢視跟挑戰 那這個挑戰會形成一個公眾的領域 然後去傳遞出一種新的這個理念 這是我們在自由開源軟體運動中看到的 對於自由的這個詮釋 那越來越多的行動者也注意到hacking 跟他背後不服從於體制的文化 所以開始有行動者將這個hacking的記憶 還有他的精神融合在這個運動之中 所以形成了所謂的黑客行動主義 hackivism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今天談的G&B臨時政府 就可以從這樣子的脈絡來理解 他們成立之初是一群喜歡玩開源 自由開源軟體的這個hacker 那隨著他們所關注的領域是各種不同的公眾議題 所以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行動者加入在其中 也逐漸的壯大成為現在看到這個hacker行動主義的社群 好 那G&B臨時政府成立在2012年底 它是將government GOV中的這個O以0來取代 代表這群hacker從0去思考政府的角色 也代表這個數位人生世代0和1的誓言 那在這八年多成立八年多的時間裡面 他們也產生了許多的政治影響力 不管是一開始提到這個在318的參與 或者是說資深的參與者唐鳳成文的數位政委 我們就可以看到G&B在這把開放跟協作這個理念 引入到不同的政治的場域裡面 那在這八年的期間內 G&B的行動也開始超出了政治政府的領域 跨出不同的公共議題 比方說開放歷史文獻的國家保障 開放字典的盟點 或是用資料來監督工廠污染的透明足跡 或者是以群眾協力來移戰假訊息的真的假的 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專案都和G&B黑客文化息息相關 在這樣子的場域中產生 那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圍繞著這樣的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來自不同背景職業跟年齡的這些眾多的沒有人 稍後我會再跟大家更詳細地去談這個沒有人什麼樣的概念 那他們是如何集結成一股有別於傳統運動的行動主義 就是如何組織的問題 再來就是G&B黑客怎麼串聯鄉民電腦資料網路 形成一個行動的拼裝體 進而去實踐這個政治介入跟勞動 也就是如何行動的問題 再來就是在這個拼裝的過程裡面 黑客對於開放黑記還有沒有人這些核心概念 很多意的詮釋 是怎麼碰撞互異 並且實踐出一套粗略的共識 進而去產生這個去中心化的行動 以及它如何處理衝突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這樣子的黑客行動主義 它是否能夠開啟新的政治介入的可能 以及它如何可能 以及它的影響還有意涵的問題 OK 那在這個討論裡面 我會引用這三個figure 有機物 也可以就是概念 來思考G&B的行動主義 第一個是來自於這個哲學家 Deleuzen-Gottahi 談的地下經 Rizon 那這個Rizon 在他們的這個討論裡面 是把它對比於樹 樹是一個有結束 有樹幹樹枝 它是一個封閉的有機體 你可以算出一顆樹兩顆樹 但是Rizon 地下經 它是 它是沒有辦法算出 哪裡是一哪裡是多 它是沒有中心的 一直連結的 而且它的每一個 每一條根都可能 自主的往外去串聯 所以它行動是有不可預測性的 那這樣子的這個Rizon的概念 可以讓我們很好去理解 這個Jimmy Hackers 如何串聯跟行動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人類學家 它在這個末日松茸一書裡面 在討論就是圍繞松茸 就是松茸啊 或是蘑菇這種 很特殊的一種有香氣的植物 然後它可以很高價 那這個圍繞的松茸 有一個跨境的這個商業的流動的產生 把人和飛人 像飛人 就是包括這個 末日松茸跟其他的動物們 集結成無數的拼裝 那它就用拼裝這個概念去說明 去思考就是 這些集結是怎麼產生的 而且這些集結 不是我們傳統想像的 一定是組織化的 有結構的串聯方式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會用 Assemblage這個拼裝體這個概念 來談 G&V的行動是如何產生的 那最後是塞赫 Michel塞赫是一個法國的哲學家 他談的這個計時者 Parasite 那在他的討論裡面 他討論的是 這個計時者和宿主 它並不是一個對立的 計時者是寄生在宿主體內 以宿主為生 但是卻不斷地在宿主裡面製造噪音 那那個噪音有時候是種破壞 可是這破壞秩序 卻可能產生性的秩序 也就是說 噪音其實是在打開一個 新的政治空間的可能性 那我會去談的就是 這個G&V黑客的行動 其實是作為這樣計時者的狀態而存在的 好 那這三個概念其實 大家聽我非常簡短的 可能是有點過度簡化的說明 他們其實來自不同的 很複雜的理論脈絡 但是為什麼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 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們社會的 這個切入的方式 已經不再是傳統的這個 理論裡面談的這種很有結構啊 封閉的系統 而是強調關係 過程 流動 互相知 還有開放結局的這些特性 它不但很好地去說明了這個 G&V的行動主義 它也其實在說明的是 吹聲這樣子的黑客行動主義 所存在我們所生存的 這一當代的這個 既全球又裂竭 既數位又草根的社會 好 所以我接下來就會 進入材料的部分 不會再這麼多 就是無聊的理論 好 所以呢 G&V臨時政府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 在我寫論文的時候 非常難回答的一個問題喔 有人說黑客是拒絕定義 就是很難定義的一個群體喔 他們是一群人呢 是一個運動 還是一種方法 那成立於2012年底 G&V的參與者稱自己是社群 這裡的社群 不單只是指 因為網路而集結的這個社群 像社群媒體喔 不是那麼就是這麼單純而已喔 但是陳錫字開放原始嘛 運動中強調社群是去中心化的 然後跟組織這個概念 對立的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在社群中 它是有社群的參與者 是沒有明確的界線的 但組織會有組織的成員 這樣子做一種對立的方式去思考 G&V是什麼 那從組成的元素來說明的話 這邊會告訴你我們是人坑松的交集 是一群自發型的行動者 人參與在黑客松的活動中 松 那打造出各種政治接入的工具 也就是各的坑 他們的存在呢 也不是指停留在線上 實體活動是G&V形成社群 非常關鍵的因素 但是這個實體的集結是流動的 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界 因此在G&V只有參與者沒有成員 那我這邊有些數字 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每個數字 它有一個相應的活動 或是空間 它代表著不同形式的參與 比方說臉書 它可能是接受或分享資訊 可能是大家日常的聊天 或交換一些想法 或討論專案 那共比可能是進一步去參與 在專案的這個內容 或者是社群的治理上面 那G&V只是會去共性原始 那這些不同的數字 就代表了不同方式的介入跟參與 那在這個數字裡面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聲稱自己是G&V的參與者 那這其實是一個相對主觀的狀態 但是很多時候 沒有那麼積極參與的人 可能就會比較不好意思 把自己稱呼為參與者 所以這個主觀狀態 也會因為每個人的個性 有一些些浮動 所以還是很有趣的 很流動的狀態 好 那打造這個G&V最關鍵的就是 我稱之為沒有人這個文化 那它是自於G&V這個slogan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沒有人是G&V的行動哲學 它有兩個層次的意思 第一個沒有人 Nobody 它不是somebody 它是平凡的草根的多聯譜的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沒有人 它體現了G&V去中心化 反權威多元包容這樣子的理念 那第二個層次是沒有人強調了 行動帶來的轉變 像是剛才這句話裡面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的第一個沒有人 是一個缺席的主題 到了第二句話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只是透過行動 將缺席轉為在場 強調成為沒有人 唯一的關鍵 就是對不滿的現狀 採取行動 所以在這裡 沒有人不只是一種號召 更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一個becoming process 那沒有人的行動哲學 它是建立在這個 G&V對於開放的轉譯之上 G&V黑客將開放 是為他們這個行動的很基礎的理念 它要用開放的程式 來開放公共資料 進步去推動所謂開放政府的理想 那開放會是G&V的關鍵字 它承襲自開放原始馬運動 對於這個自由跟開放的詮釋 簡單介紹一下開放原始馬運動 最早是free software 就是自由軟體運動 然後後期開始有open source 那我們今天不是特別要講這個歷史 所以就不要講那麼複雜 那我們可以把他們 先把他們併在一起思考 就是自由開源軟體運動 大概在八九零年代的時候興起 那他們是一群相信 城市是一種自由表達 像是自由言論一樣 那對當時軟體業 開始利用著作權 把這個原始馬的利用加以限制 進而去展開一種反撲的一種運動 所以開放指的 一開始是透過開放的授權條款 讓這個原始馬可以被看見 可以被複製 被編輯還有被再利用 都不需要回頭再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呢 開放也衍生出一套很複雜的價值體系 對他們彼此有時候會互相搶啊 可是有時候也會彼此競爭跟斷裂 就在第四個部分的時候 我就會談這個斷裂的部分 好 那GENY MEAN有沒有人問報 不好意思 我稍微差點 因為那個我這邊網路有點稍微不太穩的關係 所以可能請你那個語數稍微調慢一點點 不好意思 好 對 OK 好請繼續 好 不好意思 抱歉大家 我這個 每次就可能講太多次了 都會講得越來越快 好 沒關係我這邊也 網路的關係這樣子 OK 好 了解 好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沒有人的文化跟這個 開放原始嘛 運動的開放 有這個很密切的關係喔 那另外一個脈絡 則是來自於台灣這邊喔 就是台灣當代的這個認同的崛起 很息息相關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群這個參與者 尤其是創辦這個GENY的人 他們出生在解緣後的這個網路的時代 所以在這個成長的背景裡面 民主自由和網路自由是高度相關的 那左邊這一張沒有人的畫面是個 這個 這個漫畫其實是 我也忘了是義大利還是西班牙 不好意思 的漫畫家畫的喔 但是 他並不是在畫GENY喔 那他是 這個是一個GENY的參與者 在介紹沒有人的時候 秀給我看的喔 那他在秀給我看這個的時候 他其實是要強調沒有人是這一種 願意站上街頭去抵抗權威這樣的精神 可是大家其實也可以發現 其實這張圖是在畫的是 六四天安門喔 所以其實他也暗示了某一種 對抗威權中國的態度 在GENY宣言裡面其實 呃 只有強調GENY是無黨無派的 參與者是可以有自己的意識形態的 那社群並不會有任何 凝聚政治公司的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喔 但是我在這個田野的過程中呢 我也逐漸體認到 呃台灣認同其實是GENY的最大公約署 很多時候GENY在做的事情在改造政府 其實也是希望深化台灣的民主 來區隔這個民主台灣跟威權中國的不同 所以這個台灣認同是這個沒有人的 這個元素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根源喔 好 那成為沒有人最關鍵的行動場域 就是每兩個月舉辦一次的這個GENYV黑客松 黑客松是黑客加馬拉松兩個字結合而成喔 那基本上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裡面 呃各個領域的行動者聚集在一起協作不同的專案 這樣子的一個場域喔 現在其實黑客松已經成為一種很大眾化 組織化甚至常規化活動啊 甚至連總統府都會辦黑客松啊 嗯 那他們通常會有一個主題 有個獎金獎品 然後號召團隊來這個主隊來競賽 那但是GENYV的黑客松和這樣子的競賽式的黑客松不太一樣 它並不是一次性的活動 那它是每兩個月舉辦一次 也沒有特定的主題 呃跟競爭也沒有關係 而是透過這個定期的活動和開放的空間 去中心化的串聯 讓參與者可以在這個場域裡面 實踐動手做反權威這樣子的精神 那這些在黑客松 每兩個月的黑客松呃 產生的串聯 也會延伸到黑客松呃 之外的這些時間裡面 不斷的這個發酵的醞釀 黑客松是一個開放參與的場合 那它基本上大概就是辦在周六的一整天 多半是辦在中研院的資訊所 那近來也有移動到這個 台南跟台中 來讓這個地域上不會再受限於北部 還有這個 因為防疫的關係 有在線上也辦過 那這個是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 自由提案 現場前移也不會受到任何人的審核 來藉此去打造這種去中心化的參與 然後沒有報名費 有滿滿的食物 但是你就是吃到飽 然後你可以現場熱捐 黑客松有它所謂的這個主辦單位 就是揪松團 它是個五到八人的這個G&V的參與者 那裡面包含了G&V的創辦人 長期的參與者 還有幾位有薪水的職工 組成的任務小組 不過他們的任務並不是像一般的這個主辦單位 他就躲在幕後 他們任務是去揪人 把這些黑客松不同的需要的人的事情 劃出一個明確的坑 找食物啊 主持啊 直播 劃出這些坑後 揪人一起來完成這個坑 所以其實整個活動 從準備食物 直播 拍照 甚至到最後這個收拾桌椅 收熱色 都是由這個參與者共同在一起打造跟參與的 那參與者是流動跟多元的 從我參與大雙幾十次的經驗下來 參與者多半是在20到45歲之間的數位原生時代 那當然還是會有就是超過45歲跟自個20歲以下 但是他就可能比較零星 那大部分的人是白領階級 學生 自由工作者 那多半是沒有太大的經濟上的憂慮 所以可以在週六的時候來參與這一整天的活動 然後也蠻多都是擁有這個大學上的學歷的 那他們是以北台灣的社群為主 那南唐也開始有長出的GNV的社群 那性別上因為很多人來 那我常常會這樣子跟大家講 這個GNV社群是我認識的社群裡面 性別最多元的社群 那除了本來就是LGBTQ的社群出來 一個一般的社會群體裡面 它是一個性別最多元的社群 那裡面其實有很多公開或未公開的 這個LGBTQ的夥伴們 那男女二分的這樣的分法在這裡 很多時候其實不成立 那大家也不會有事沒事就在那邊判斷 你是屬於哪一個性別以及性倾向 那右邊就是就是我所知的 做一個頗會讓大家感覺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參與在裡面 那就會看到他的蠻五花八門的 那OK 那還除了這些人之外 每一次的黑客送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這個訪問者 好 那畫面這張圖是參與者在報道時會看到的技能貼紙 每個人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放在名牌上 那我們從這邊也可以看到這個參與者在技能上的多元 這也是開放的轉譯之一 參與者是來自各個領域 工程師 法學專家 文字 設計等等 在君云剛成立的時候 因為參與者多半是從開放員時馬運動 這樣子的社群過來的 所以一開始的確是有八九成以上 都是這個coder的程式人 那所以你逐漸的茁壯 非工程師的比例也日漸上升 到我開始做田園2016年之後 每次的參與 都有五成以上的非工程師的參與者在裡面 那這張今年貼紙其實也顯示了 在黑客送辨別彼此的方式 並不是你在社會的這個射精地位 而是你擁有什麼樣的技能 能夠為專案貢獻些什麼 其中這三張圖 挖坑填坑推坑 就具現地表現出這個GV的行動主義 坑在GV指的是一個專案或是一個任務 可大可小 準備一個食物是一個坑 辦一個大型的年會也是一個坑 就Coface這個專案是一個坑 在裡面當編輯 回復一個謠言也是一個坑 那把挖填推 這三個動作切分開來 也就是說我今天是挖這個坑的人 但我不見得能夠擁有完成這個坑的所有能力 所以我可以推坑別人來填這個坑 那這就形成了一個串聯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串聯的模式成為協作 也是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轉移 那這是黑客松的一個流程 它是整天的活動 從早上九點半到下午的五點半 那包含了這個提案 自我介紹 Hacking 短獎 到成果報告 那同時間食物區也會有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這個論番上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議程 大概就是一個骨幹 那裡面的所有內容 包括今天提什麼案啊 執作的團隊有什麼啊 或者是成果報告是誰來報告 都是由參與者自主在 線上公開的表格上填寫 然後來形成這個整個活動的捐檔 所以我們可以說整個活動的議程 是參與者共同去創造出來的 好 從剛剛對於這個黑客松這個細節的描述 我們可以看見開放這個概念 其實透過不同的技術在進行轉譯 比方說我們看到公開的表格 讓有興趣的人 可以自主參與體驗 去打造這個去中心化的參與模式 這是開放的一個轉譯 活動的內容透過直播被放入 放在網路上 讓開放被轉譯成透明 每個專案的細節呢 也會用共筆放在網路上 讓參與者他不受到空間的限制 他可以遠端的參與在這個專案上面 那這樣子的這種參與就成為協作 但不只是數位工具被運用在裡面 有許多非數位的技術也被運用在裡面 這邊舉了一些例子 像是為了打造更多元跟寒龍的環境 在他們使用所謂新手任務的小紙條 就是大家報到的時候會得到這個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人 你會得到這條小的紙條 那上面有一些 你今天最需要知道的基本的技能 像是網路怎麼連 聊天室在哪裡 那個FB的連結是什麼 像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那除此之外呢 穿著黃背心這位呢 就會是軍衣大使 那他是你今天來 如果不熟悉軍衣的任何一切事情 都可以問他的人 那這個軍衣大使 在下午也會有一個時段 帶第一次來的人 或者是國外的朋友 一桌一桌的去看 今天有什麼樣的專案在發生 這個軍衣的tour 還有食物 食物也是這個非數位很重要的 一個技術物 那透過食物 在大家站在那裡 然後共識這個過程 讓許多參與者可以串聯跟協作 事實上很多的專案 其實都是透過在吃東西的時候 彼此聊天 然後連結 知道了 原來A擁有 可以完成我這個專案的某個技能 然後把它推開 然後去完成它 那透過這個食物空間的流動 把這個協作得以可能 所以他們是透過這個數位 和非數位的許多的技術物的中介 讓實體空間中 不夠開放的地方 得以被突破跟打開 所以在我的論文裡面 我就談到 這個黑客松就好比是 這群沒有人的通過儀式 它讓參與者 暫時離開它原有的社會結構 透過黑客松中密集 協作的時間 流動的空間 共享的食物 和各種開放的技術物 把參與者轉換為沒有人 進一步去打造出 一個又一個行動的拼裝 那這裡的沒有人 就像是 我剛剛提到這個 Deluzin Guatari 談的這個地下經濟 它不同於樹 不同於有接續 有結構 這種單一的有機體的樹 它們是開放的系統 去中心化 每一個GMP的參與者 就像每個端點一樣 它可以動態的向外 去連接抑制的事物 並且在多重的地域 持續的擴展 它可以在政府的層次擴展 在NGO的層次擴展 在街頭抗議者的層次 在國外的這個串連 不同的層次中擴展 就像這群黑客 他們帶有不同的臉譜 在沒有中心的指揮下 自發性的行動 並且不斷的向外串連 我們甚至可以說 沒有人其實是一種 新型態的政治角色 它是一也是多 是名詞也是動詞 它是 它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理想 而是去實踐這個理想的過程 那沒有人其實是一個邀請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這樣子的一個邀請 所以他強調是這個過程 跟這個邀請 好 那麼這群沒有人實際上要做了什麼呢 是怎麼做呢 剛剛大概是形容就是這個 我整個文化的概念是怎麼形成 然後這個理念是什麼 然後透過沒有人這樣子來連結 那我現在要用一個專案來說明 這群沒有人怎麼樣爭折 產生的實境跟行動 那我用的是比較早期的這個專案 這個可能對大家來講 已經好幾年前的事情了 那這是政治現金數位化專案 台灣是有政治現金法的 所以在過去選舉後 如果候選人想要把這個政治現金的名氣 送到監察院裡面備查的話 對不起 對 候選人必須把政治現金名氣 收到監察院院備查 但是一般人如果想要得到這個資料的話 他就必須要本人到監察院裡面 去用電腦查閱 那他需要看這個資料的話 就必須要付錢去印出一張一張 帶有浮水印的這個政治現金報告 對 在2014年中 反核456這個公民團體 就帶著10G的政治現金PDF檔案 到了G&B的黑客森 這是他們一張一張從監察院裡面印出來 然後再掃描後的資料 但是就像剛剛說 他是帶有浮水印的這個掃描檔 那他是沒有被結構化的資料 所以很難進行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所以他們不曉得該拿這個資料怎麼辦才好 那在這裡面就遇到了這個Running王 就是大家社群裡面就知道 就是大家社群裡面就知道他是一個資料處理的高手 那在這個黑客森呢 Running王就拿這個掌案 几貴黑客 打造了一個很簡單的網頁 好 點入網頁我們會看到的是一個圖片和簡單的文字 那上面指示你要填入圖片中的數字文字或日期 那這個數字 這個圖片呢 是從右上角這個PDF上面切下來 這個被稱為切豆腐的工程 PDF先用程式切成小豆腐之後 再號召群眾的力量 透過漏眼去辨識這張電腦沒有辦法辨識的圖 然後再用手打字輸入這些數字 把右上角不開放的表格轉化為開放的資料 那麼可以想像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工作 但沒有想到這個網頁被PO到GNV的臉書之後 居然造成了一股旋風 所以在短短的24小時之內 2000多份文件 30多萬筆資料 就在鄉民的茶餘飯後之下完成了 那後續的幾個月裡面呢 更多的志工走入監察院 印出年底即將選舉的候選人資料 幾個月下來 這個由資料引發的行動 就打造出了一個政治陷阱的開放資料庫 那從這個專案的這個故事裡面 主要談的是資料對於GNV的行動 扮演的一個重要性 它既是GNV行動的工具 也是它行動的目標 圍繞的資料有很多的梗跟黑化的產生 比方說資料被稱為財 抓資料被稱為砍財 那有內容的資料就是好財 這群抓資料的黑客呢 就戲稱自己是斧頭幫 這個是有點老的中心詞的梗 那協作資料這件事呢 就稱為這個分身法術 GNV黑客是很清楚的在區分公開資訊和開放資料的差別的 公開資訊 Public information 只是讓人們有知道的權利 可以查閱可以看 但開放資料就是利用數位格式 將資訊去結構化 那並且在開放的授權上面 讓人們有做跟參與的空間 所以GNV的許多行動 都是企圖將政府未公開 或者是沒有結構化的資料 比方說紙本公文 或是網頁文字 透過這群斧頭幫們一同來砍柴 轉化為城市可以讀取 編輯跟分析開放資料 從而將他們對政治開放的理念 轉移到開放資料上面 那在這個政治獻金說 那這個東西就是Capture 所以這個專案是利用 把PDF切成像豆腐般的小塊 再透過Capture 讓大量的鄉民可以參與 在這個轉譯的過程裡面 每個人只要貢獻一點點的時間 和心力 就可以這個重建整個資料庫 所以透過這個Capture 這個轉譯裝置 我們看到是資料 網頁 螢幕 鍵盤 露眼 人手 都被號召加入這個轉譯的過程裡 在這裡 機器既不是人體的延伸 人體也會被機器化 人和非人 是透過這個轉譯裝置 拼裝 共構 形成一個機動性 隨時可以消解的行動體 有了Capture讓這個群眾參與 可能 但這個專案還需要一些行動動機 來吸引鄉民的參與 那 Drippin就連結了這個行動 和當時最流行的日本動漫 晉級的劇人 那時候還在這個漫畫的初期 所以就跟現在後面故事的演變不太一樣 好 所以參與在其中的鄉民 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們是這個調查兵團的成員 我們像動漫員的女主角 去對抗如同巨人般的政治人物 和監察院的高牆 然後去尋找藏在牆後的真相 也就是資料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群眾協助的網頁之外呢 也編寫了一個這個遊戲攻略的SOP 把任務分成不同的兵團 有到監察院裡面印報告的調查兵團 有在線上打字的鍵盤護國兵團 還有打電話給立委call in 去修改政治獻金法的這個call in 兵團 那參與者就透過這個開放的文件跟表格 自發性的參與在這個沒有指揮總部的行動裡面 這個過程呢就被稱為協作 協作是開放非常重要的轉意喔 G&V Hacker十分強調協作是不同於合作的 合作是雙方先談好共同的目標 透過分工來完成 那協作則是在約略的共識之下 每個人自發性的採取行動 Hacker和Nav他就說 合作是一種契約 而協作是個默契 我更進一步來說 契約關係是個理性和計算的結果 但默契是建立在文化和情感之上的 是一個開放的關係 協作同時也是一指示物連結的方式喔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Ryzen的這個形象喔 那廣大的鄉民跟Hacker是不一樣的角色喔 就透過這個開放的技術CAPTRA 可以不同時不同地的協作在同一個專案上面 各自去貢獻自己能夠做到的一小部分 這個圍繞資料的行動 它有意思的地方在於 其實資料還沒有呈現任何事實 但它先引發了行動 就是說對於開放的追求 讓黑客們無法接受被關在監察院裡面的 這個政治現金報告 並且號召廣大的鄉民一起來拯救它 來開放它喔 那在這個專案裡面我們看到的是 公民團體點燃火中 黑客打造工具撰寫公開的攻略 廣大的鄉民是自主參與 並且透過資料的民音化和行動的遊戲化 來提供參與的一個情感動機 進一步把公民團體、黑客、鄉民、機器、程式 集結在一個行動的拼裝體之中 打造出一個參與的共眾 那這邊很重要的就是這個拼裝體 它是隨時可消解的 它是激動的 所以資料在這裡已經不純粹是事實的在線了 資料本身變成一個政治的過程 一個社群共享的事件 甚至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文化的事件 在GNV裡面 它是一個開放文化的事件 那這個計劃呢 在2014年間 持續的是有不斷的新的報告 是從金長雲裡面被帶出來 同時間這個行動 還包含對立委遊說 也促使政府開始修改政治賢金法 不過因為這個政黨輪替啊 各種這個政治關係 這個法案就沒有 其實沒有被通過 那2018年又要這個選舉了 所以在前一年 看到這個法案還沒有被頒布 另外一位GNV黑客 他就重啟了這個計劃 號召鄉民將候選人資料開放出來 那當他重啟這個政治賢金2.0的時候 他並不需要再去經過Running王的同意 因為當這個開放文化的這個基礎 在有開放授權上 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個 可能看起來結束的專案中 重新開始這一條新的專案的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也促使了這個政府 在2018年的6月選舉之前 把這個法案修訂完 所以我們現在是可以在網路上面 查詢到政治賢金 而且是用開放的格式 可以直接查詢跟download的 那這樣子還是不夠的 2020年Running王 也就是這個專案最初的坑著 決定出來參選立委 他也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 甚至沒有政治野心 他現在也是佛系參選 目的很簡單 就是他想要走過一邊選舉的過程 將這個經驗開放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從開放資料到促成修法 到實際參選 這個黑客的精神浪漢不斷地破關晉級 一路朝向這個政治的核心去hacking 好 那最後這個部分 我就要來談的就是說 我們談沒有人這個理念 一個過程 一個號召 但實際上並不是真的沒有人 我們知道G&B是由形形色色 不同性格的人組成 那這些形形色色的人 就像任何社會群體一樣 他可能有愛恨情仇 有摩擦衝突 今天第四個段落 就讓我從數位政委這個角色 來談談社群怎麼處理衝突 來談這個中心和去中心化的拉扯 好 那唐豐大家都認識喔 就是我們的數位政委 那成為數位政委 有了很密切的這個互動 所以當2016年唐豐被這個民進黨政府邀請入閣的時候呢 這個消息一被披露之後 網路上就有很多的討論喔 那那時候這個創業家 也就是大家稱為宅神的一個宅本橋 馬上PO了一個恭喜文 他就說 這個很長 我就跳的尿 唐豐並不是一個人進去政府裡面的喔 在他答應擔任政委之前呢 他和各種關心 並且實際出手幫忙政府運作的社群朋友 包括G&B開放文化基金會 以及其他獨立的個人 已經實際為政府的改革做了很多貢獻 與其說唐豐出任政委 這次比較像是唐豐的一群實質上在幫忙做政委工作的朋友們 推他 括號 跳坑出來領頭 就是做政委該做的事 然後他真的是一個數位政委啊 這個是 那時候他PO的這個文章 其實那時候被很多人轉喔 因為他是在玩數位這個雙關詞喔 大家覺得很有趣喔 因為他認為唐豐的入閣 其實也是象徵著社群的力量跟協作的理念 被引入到了政府裡面 所以數位不只是digital的意思 他同時也有好幾位 很多人一起被引入了政府這樣子的概念 那在他這樣子的詮釋下喔 呃開放其實更強調的是透過這樣子的引入 這個跟政府協作的可能性喔 那當柴本橋在玩數位這個雙關語的時候 參與者還是呃擁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喔 那軍營利的創辦人之一伊帕 馬上就回應了在北元橋的文章 那他說呃 把軍營利跟開放文化基金會 敘事成唐豐的後盾 官方 因為唐豐成為了一個官方的角色嘛 成為民間零投的說法 跟實際上去中心化的全運作邏輯頗有差異 然後他補了一個共筆的連結喔 我提到 從這個共筆我們可以看到 軍營利的參與者跟這位準政委 除了以前協作的關係之外 多了一層監督的立場 所以數位更雖然沒有 但是是這個Digital政委其實只有一位 從這個伊帕的回應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軍營利是對於唐豐路格 你看是有很多人在討論喔 軍營利會不會變成政府的收編 變成一種側翼啊 唐豐會變成這個社群的代言人 軍營利是不是再也找不到他政治的這個空間了 那面對這個唐豐路格的社群危機喔 軍營利的做法並不是想辦法發一個聲明稿 說唐豐跟我們無關 或者是他是政府我們是民間喔 也不是這樣他的做法是 大家一起坐下來寫一個開放的共筆 也就是說他的聲明稿 並不是一個就是好像有一個人 大言說什麼事情 而是透過這個共筆重新去思考 軍營利是什麼這樣的過程 那在這個開放的共筆裡面 他有包含兩個部分 前面的部分是軍營利參與者跟唐豐的問答 那裡頭不乏很多這個參與者 就對唐豐提出各種相對比較挑戰性 或尖略的問題喔 包括的這個下台機制啊 如果政府的政策跟你的價值違背的時候 你該怎麼做 你怎麼對國會負責這樣子的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非常有意思的是 是參與者之間的對話 那這個對話是不斷的在思考 軍營利是什麼 我們跟政府會產生一個新的關係嗎 那這個對話的這個文字的內容 你會看到非常多不斷的在強調 軍營利作為一個去中心化的社群 它是反代表的 唐豐作為一個個人的身份 進去政府裡面 但它不代表軍營利的社群本體 軍營利應該有它的自主性 那這樣子不斷的這個重組的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共筆裡面看到的是 開放其實更強調的是 去中心化反代表的 這樣子的一個詮釋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透過在這個開放的不同的轉譯之間 它可以被轉譯成協作 或轉譯成去中心化 那在這個政治事件裡面 透過在不同的這個轉譯裡面 去尋找一個空間 讓他們拒絕被政府收編 然後遊走在這個轉譯中 去製造開放的噪音 然後去打開他們政治心動的空間 去談 我說的開放 不是那個政府說的那個開放 你的那個開放 不是真的不夠開放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不斷的去把開放的界線 往外去推 那唐豐只是一個例子 當然他後面還有做很多 有趣的事情 我如果你就稍微提到一些 但是沒有寫到 進現在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如果會後大家有興趣 我們可以討論 那在這八年的八種 相對比較封閉的組織 不管是政府 NGO或者是外交使館 都進行過很多不同的協作 之間也產生成功的故事 跟一些拉扯的故事 那這些拉扯的過程中 我們也看到了這種很理想的 是去中心化的社群 漸漸被修正成為 多中心 更符合現實的樣態 很多這個研究開源社群學者 已經指出來 越是沒有結構的結構 越容易造成資源向少數的集中 就像中間這張圖 這是一個POWLO POWLO是這個一個 統計上的一個 趨勢的一種概念 那用句台語的諺語來說 就是 我台語不夠好 不好意思 就是很容易資源 因為沒有 沒有人控制 所以資源就往少數的節點集中 那 實際的社群的運動 很容易會 受POWLO 這種中間化的趨勢的牽動 所以在聚員的社群裡面 怎麼樣去避免資源 民生或者是人氣 可以過度的往某些專案 或是個人集中 去反抗這個中間化的趨勢 是聚員非常重要的課題 但是作為一個行動先決的社群 聚員的做法 它並不是在做任何的專案和行動之前 就先坐下來 讓大家講好 我們怎麼樣做 先開始了一個專案了 然後這個專案 越來越有影響力了 越來越多人加入了 這個 POWLO 的這個影響 它的這個產生之後 跟社群去中心化的理念 產生了一種衝突跟矛盾之後 為了解決這個衝突和矛盾 參與者進步的利用共筆 去形成治理機制的這個初略的共識 去討論我們怎麼樣讓自己再開放一點點 讓參與者再更多元一點 讓我們的運作方式不會是這樣子 好像只有小圈圈的運作 但不是每一次的初略的共識都可以形成 有些時候衝突 看不爽就不爽 那這個時候Folking 就是變成另一種 處理中心化趨勢的途徑 就是分岔 比如說當這個衝突 中心化的衝突 沒有辦法透過初略的公式 被得到緩解之後 那可能就會使得其中的參與者 或是外面的不滿這樣子 中心化趨勢的參與者 直接Folk出來一個新的 專案啊或者是任務小組 或者是不同的這個坑 來讓過度集中的資源 跟權力可以再度被分散 所以其實在軍力社群的 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的其實是這個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 不斷動態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動態的過程 也是促使這個社群 不斷擴張跟成長的動機 因為成長的過程 就代表人越來越多 專案越來越多 那他就會間接的中心化 然後再透過這個分岔 出略的公式 讓他更扁平的開散 所以他會有一個中心 然後去中心化的這樣 來回的拉扯 所以 從政治先進書位化到這個 參選立委 從太陽化運動到唐鳳入閣 GIV的黑客行動主義 並非是單純站在權威者的對立面 它也不是處於政府的系統之外 Hacking是在系統中尋找漏洞 而開放的這個多異性 還有轉意開放所產生的模糊地帶 提供的這群黑客 產生意義的空間 這就是我在談的 就是說 GIV的黑客 就是賽河筆夏 這樣子的 即使者這樣子的形象 在賽河筆夏 即使者和宿主 它不是二元對立的 即使者 必須仰賴著宿主而生 就像黑客 必須仰賴著政府的存在而生 但他不斷地在政府的系統之中 尋找這個漏洞的地方 不夠好的地方 去製造不和諧的噪音 就是不管政府多說自己多開放 這群黑客 這群即使者 永遠都可以告訴你 你做的不夠開放 哪裡不夠開放 怎麼樣更好 那再去尋找這樣子的漏洞 讓這個開放的界線 可以再往外更多的推廣 那這些不和諧的噪音 聽起來好像是一種干擾 可是它也是一種改變的關鍵 它是從內部去做挑戰跟翻轉的改變 但是這個翻轉 並不是像許多社會運動要做的 去推翻這個政府 好 OK 所以 好 那就到了我的結論 我其實已經應該講了差不多時間 好 所以在這場演講中 我分析的是GV的這個沒有人 怎麼轉譯數位科技中開放的概念 到政治實踐中 我們看到的是他透過黑記 去探索政治系統的漏洞 來反抗權威跟控制 開放即是GV的技術工具 也是他們的行動倫理 就可以看到他這個非常多益的一個詮釋 一方面他們透過hacking黑記 去轉譯政府的公開資訊 變成公民可以參與的開放資料 來監督政府 另外一方面他們透過開放的技術 比方說Captra 直播或是共筆 來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 以地下經班橫向串連的方式 去集結一個行動的拼裝 那面對這個快速變動的政治環境呢 黑客們則藉由不斷地辯論 轉譯開放的魔國多異性 來優化他們的hacking 在這個不斷辯論跟轉譯的過程中 他們站在的是一個計時者般的中介的位置 他遊玩在內跟外 維絮和破壞 協作和對抗之間 持續地試圖去翻轉這個政治 所以右邊這張圖其實就是我的分析 看到這個上面沒有人開放黑記 是來自GV的文化概念 那三者之間是彼此在轉譯 甚至我們可以說他們有時候拼裝 有時候串連 有時候計時 下方這個拼裝地下經計時者 是我作為人類學家研究者的一個 轉譯跟介入 那這些概念彼此會相互呼應 那也形成一個流動的過程 好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論文裡面就是 我怎麼去思考GV的行動主義 那這個是slido的連結跟 跟我的email 有問題也可以私下問我 好 我們把主控權轉給tmunk 我不知道我講很久了嗎 我想要試圖用計時者這個概念來說明 計時者parasite 或者是中文 其實我們可能更熟悉的是什麼寄生蟲 我們對寄生蟲的這個形象 其實是帶有相對比較負面的一個詞 對吧 就是它感覺好像是一個壞蟲 在一個生物體裡面 那賽何在談計時者的時候 它是既帶有這種道德的模糊性 它可能是好也是壞的 它在談的是說 在這個系統裡面 在任何的生物體面 都永遠好像有這個壞分子 這個壞分子就一直在挖你的漏洞 一直在製造噪音 它一直在吃你的血肉 然後拿你免費的東西 然後好像一直在做一些壞事 它在做這些壞事的同時 卻也讓這個系統 原本好像很穩定的結構 不好意思 我剛剛有點斷掉的部分 你說就是 剛剛談到的是說 那個寄生蟲的部分 就是因為它會去 不斷地去吸取那個組織 或結構的那個能量 所以讓那個組織會有點 搖擺不定這樣子 動搖 對對對 讓它一個穩定的組織 有一個 好像是一個漏洞的空間 然後去搖擺不定 但是賽何在這個談計時的時候 它也給予計時者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看起來 很像是壞分子的計時者 卻有可能是帶來改變的可能性 因為其實在這個社會科學 裡面我常在講的是 因為穩定的結構 有時候是很可怕的 穩定不代表是好的 因為你沒有衝撞的空間 你沒有改變的空間 如果這個結構有問題的話 你沒有改變的空間 所以那個改變的空間 很多時候就是政治的空間 就是透過這個計時者 他不斷地衝撞那些一些問題點 那些被注意到的 然後不斷地製造噪音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跟GNV其實 有一種很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會看到的是 GNV 跟政府的關係 是很搖擺的 時而可以跟政府协作 時而可以站出來罵政府 然後裡面的參與在裡面的不同人 就會有不同的聲音 那這樣子在內跟外 這種遊走的這個角色 和GNV這樣子的這個行動主義 是很相似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是去 它必須要仰賴著政府的存在 GNV才可能存在 因為它本身就是從GOV 轉換了一個O變成0 這樣子的轉換 才讓GNV得以可能 今天沒有政府這樣的系統 沒有一個這樣子的政治體系系統 GNV是不會有它的空間的 所以黑客不會 不會是那個 站在運動的時候 站在最反抗的位置的 那樣子的角色 不會是那個衝撞體制 然後一定要把政府推翻的 無政府主義者 而是那個不斷在系統中 發出噪音 然後刺激內部 然後有時候到裡面刺激 有時候跑到外面刺激 我覺得這還有一個很明確的例子 我可以談的就是 最近的那個1922的簡訊史聯誌 很有意思的是你會看到是 這個簡訊史聯誌的概念 其實是在GNV裡面的 聊天室裡面先產生的概念 透過了唐鳳這個協助的關係 進入到政府裡面 變成了一個正式的體系 進入到正式的體系之後 同時間GNV裡面 又出現另一股聲音 來挑戰1922的法律制度 是否穩固 他是不是能夠做這樣 有沒有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因為他既是合作 協作又是反抗 他一直在遊走在這件事 去推那個開放的界限 去推那個正式的可能性 就是我永遠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單純跟你協作而已 不會因為唐鳳進去了 我就是一個跟政府協作的怪寶寶 我永遠會有那個空間存在 這是我希望透過計時者 計時者這樣子 很特殊的角色去談的 非常清楚耶 對 OK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趕快接下 大概到下一個橋段的這樣 然後我們中間會休息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待會等一下會換一個場景 然後就直接把 我們等一下會 可能會直接換到Google Meet上去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連結會給大家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 我剛剛在slider上面看到了蠻多題目的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繼續永遠提問這樣 然後如果你有看到你喜歡的問題 你也可以幫他按個讚 讓題目比較快浮到上面去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先短暫休息個五分鐘 OK 好我們現在已經就是 這也是Google Meet的壓力測試耶 現在人超多的 我這邊看有 一二三四五六六五 三十個人這樣子 對非常多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打聲招呼這樣子 跟MG打聲招呼這樣子 嗨嗨 哈囉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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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那個確認一下 T-Mark 這個是有直播出去是不是 對這個有直播出去這樣子 喔好 那大家如果不願意露點要注意喔 這個有直播出去 喔謝謝 志浩的提醒 嗯 可是你的直播畫面是長什麼樣子 T-Mark的直播畫面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大家 呃如果你把你的那個 是Layout所有的人都有在上面那一張嗎 對對對 還是只有你們 就Layout所有那一種的這樣子 OK 好了 好刺激喔好多格 對對對就很多格這樣子 OK 好 MG要先看一下那個slido 很有趣 對啊我們好像直接先從slido 開始去 非常有趣 好這樣子 那感覺好像 好多東西 好我先進slido OK 我只看到頭髮好漂亮而已 哈哈哈 OK 而且有八個人耶 就是有八個人說MG頭髮好漂亮這樣子 你看我的 裝腳綁得多好 哈哈哈 OK 好那我把它archive起來了這樣子 就是要按讚趁現在這樣 只一個了 只一個了 好再下一個 下一個是想要請問說 請問MG 你如何看待近年來GMV的基地成果 出現不符合貢獻比例的歸功於唐鳳嗎 這樣的現象對於唐鳳 GV其他社會大眾 有會有什麼影響 三者在這樣的現象中 各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樣 這個問題有兩個 欸有三個問號這樣子 來 OK 我 我會先回覆這個問題的第一部分是 集體成果 是我會很小心在寫作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做的陳述 因為作為我剛提這個社群 它是一個場域喔 把這些東西都視為集體的成果 有時候是很 很微妙的喔 譬如說Coface 它是一個非常成果的專案喔 那你把它視為GNB的其體成果 好像把它隸屬在GNB下面 又好像抹滅了Coface 它其實自己長出了一塊很漂亮的 它的樣子喔 所以我才會希望用這個地下鏡的方式去想像 而不是去想像一個這個 好像有一個明確的集體是什麼 但是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喔 就是說的確唐鳳會有一個很高的名聲 也不只唐鳳喔 其實我們會 在GNB裡面就是會出現一個大大喔 那只是說可能這幾年來這個大大 從一開始可能 比如說高家兩回 對不起 CL高級大大 對不對 他是個創辦人 他常常出國去演講 然後國外認識GNB 可能是先從他開始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會認識Epa 會認識很多不同人 到了現在社群內部更多不同的參與者 在這個更積極的參與 然後可能這些角色退出了 那這就是我其實想要用這個 剛剛說這個中心化跟去中心化來談喔 對於GNB內部本身 這是一個勢必會發生的現象 一個在成長的社群 它必須會 尤其是一個沒有結構的社群 它勢必會有這種powerlow 這種往中心化集中的過程 因為人數一多了 然後很多人是因為這些人而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就會更加深於 這個人角色是大大的角色 但是社群怎麼樣再用它沒有人的文化 去把這個powerlow拉回去中心化 對社群內部是這樣 但是對社群外部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喔 大家其實根本就搞不清楚GNB是這樣的社群 就是聽起來就是一個名字嘛 這個名字應該就是一個集體 這個集體有個代表人是唐鳳 那甚至在國外更 在台灣可能GNB這三個詞 還沒有這麼有名氣喔 在國外因為GNB是相對有名氣的 在這個公民科技圈 可是它會產生一個狀況就是 GNB、唐鳳、OCF 這些詞對國外很多參與者 很多公民科技的人來說是等號的 是沒有辦法去區別這差別是什麼的 那這就變成是GNB參與者的一個課題 我相信也是幾個後來出現這個GNB GNB Intel這樣的國際交流小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核心課題 怎麼樣去打破被代表權這樣子的問題 好難喔 那當然我不能說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我作為研究者的角色 不是去說該怎麼做去下這個指導題 我的觀察是這樣子 我可以感覺到這個拉扯 今天這邊有很多這個 Intel的參與者 如果你們想要談這個的話 一定歡迎介入 我想要先插播一下 因為想要 那個想要archive這些問題 所以我會把問題貼到HackMD OK 大家會覺得不可以嗎 那個HackMD的連結 我丟到General上面去 就是一樣 就是Tamon開著這個活動的 OK 我在裡面做QA共筆 因為剛剛美軍有說 演講不需要打共筆 但QA好像可以打一點簡單的共筆 大家可以同意嗎 喔我這邊沒什麼問題這樣子 OK 等一下如果有人發言不想要共筆的話 就先講再說話這樣子 好 沒問題 好 謝謝 所以這是我對這個題目的回應了 就是說我沒辦法告訴你怎麼做比較好 這不是我的角色該做的事情 但的確有這樣的現象 然後我會認為其實在台灣境內 這個現象還沒那麼嚴重 因為台灣境內唐鳳本身的名氣 可能跟GNB沒有那麼高的連結了 即便他做了很多有名的事情 比如說現在大家很紅這個1922的十連制 可能跟GNB是有關係的 但是大部分的就有一般人看的新聞 其實不會記住跟GNB有關係 他是斷開來 他是斷開來的 對一般人來說 對啊 嗯 但是在國外還的確就有這個問題這樣子 嗯 對 OK 因為現在有現場有一些GNB Intel的成員這樣 有沒有想要回復一下這個 代表性的問題 目前有想到什麼可以解決的方式這樣 有新參者在 所以要不要解釋一下什麼是GNB Intel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GNB Intel是什麼 OK GNB Intel就是 Intel是指那個國際交流的意思這樣子 然後所以現在 我只是解釋字面 對任務小組 對任務小組 那我只是解釋字面而已這樣子 OK 對 OK 好 謝謝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一個更好去想像GNB的方式 就不是去把它想像成集體 這也是社群內部一直去做的事情 但是從外部來的時候很難 就是有時候就是講不清楚 嗯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做的 很多時候在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文化的概念詮釋得更清楚 讓大家不會有這樣子的誤解 但它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好 題目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們就集結下一題 好 來 下一題是說 我想詢問有關於研究方法的問題 GNB作為田野 已然有別於過去人類學談的那種田野形式 特別是當GNB的開源精神 變成是強調一種去中心的流動的社群時 你是如何責定 捕捉GNB的研究場域呢 換言之如何在研究方法上 將它轉換成一種可研究的對象 嗯 我是這樣想的喔 我自己作為人類學家 我其實覺得GNB的這個對象 作為研究的對象 其實跟一般人類學家所做的對象 沒有太大不同 比如說很多人類學家會在問 一個部落的問題 一個族群的問題 這些我們談的族群跟部落 都是開放邊界的 都是流動的 就連一個部落有個物理空間的一個部落 這個空間 它的人都是來來去去都是流動的 所以其實人類學家 經常都是在處理流動的事物的 那這個題目之所以讓很多時候 讓這個大家覺得很特別 很不像人類學家做的事情 很多時候也是來自於我們對於 人類學的一個固有的想像喔 他必須要研究異文化的他者 那那個異文化的他者 有一種殖民的背景下 有點浪漫式的去想像這種 非洲的部落 就是那樣子的東西 好像才是人類學家的 可以做研究的對象 但我自己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發現我做的跟一般人類學家 他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那唯一說的是不同的地方 這在於 相對沒有這個 物理上空間的明確界限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我正在做田野對不對 那其實我那時候在選這個題目 我在做的時候 我其實去找到了一個物理空間 就是OCF這個辦公室 也是說OCF 今天在演講裡面沒有談到這件事 那OCF作為一個這個法人組織 它這個是一個NPO 它有它的辦公室 然後這個OCF 它是作為GNV還有其他開源社群的 一個很重要的支持者 那GNV很多參與者在早期的時候 也會來這個OCF的互動啊 然後 揪松團的開後也在這裡 所以我定點在那裡的時候 我其實很容易觸及到整個社群的人的來來去去 這是第一個我會設定的物理的空間 第二個設定的空間就是各個的活動的場合 就是黑客松各式各樣的小聚聚會 會把這些東西當作我去參與的場合 所以我透過這樣子去思考這個GNV是什麼 但是我也盡量小心不去畫那個線 就是說任何可能穿出去的分差 有一點點關聯的這個人跑去那邊做個演講 我也去看看看 因為在我研究的過程中 我漸漸發現GNV是作為這樣地下景的存在 那我要了解這個地下景 我就除了在這個交結的中間 他也沒有中間 在這個交結的過程中 跑來跑去之外 也要看看他突然插出去的腳 觸及到哪裡 那我跟著這一條線走的 就是所謂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其實就讓我觸及這個腳 觸及到了開放資料的這個社群 開放資料跟GNV社群是有交合 可是不是完全交合的 那就會跨到那裡去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是透過這樣子去想像 那我一直都不覺得我自己做的很不人類學 不管大家如何質疑我 我就相信我是人類學家 這樣回答可以嗎 我覺得還蠻棒的啊 就是有稍微講到一些方法去怎麼樣去 順著那個地下景去延伸 然後或者說去中央 就是一開始的場域是怎麼找的這樣子 對 如果今天就現場有問這個問題的人 然後你想要再延伸的話 你可以再繼續就是說話這樣子 OK 給個五秒鐘 給個五秒鐘 欸我可以問一下嗎 我可以問一下嗎 不是我問的 但是因為剛剛梅菊有講到說 你在那個開放文化基因會 就是OCF那邊的物理空間嗎 其實我對OCF跟GNV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一直是 就是還蠻有趣的關係 法律上是還蠻清楚的 可是好像特別是在國外 其實有一陣子是還蠻混淆的 那我想知道就聽你的看法說 你覺得OCF究竟是社群裡面的一份子 還是它是在外面的 就是它跟社群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好 好 我先 我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那個OCF好了 OCF是因為社群沒有一個法人組織 但是很多專案他們會 就是很多專案會需要有 金流或是聘僱人員 那這個時候OCF他就作為一個法人 他來幫助台灣很多開源社群 去做這個行政的事情這樣子 那它就是一個開源社群 一起成立的基金會 我論文裡面其實有一張 但我今天沒有去談 是去談這個GNV的這個幾個 聚合又災散的過程 然後其中有一個部分 就是在談這個OCF跟這個GNV的關係 那我不喜歡把它定義是內或是外 因為我覺得定義本身就會fix它一定是什麼 可是實際上在這個過程我發現它是一個流動的 那這個流動很大一個成 很大一個原因是來自於 這個GNV這種行動主義 比如說這些行動者 先行動了 使得某些事物產生了 才在後面去討論說 我們到底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呢 OCF的誕生歷史是這樣的 GNV是2012年底成立嘛 然後是先開始黑客松 黑客松辦一辦 就是真的開始產生一個社群 所以它其實也是從行動開始的 它並不是說我們幾個人坐下來說 我要成立一個社群 而是我們先辦了黑客松才開始有社群 那社群辦一辦一辦之後 這個參與者一開始就有很多不同開源社群的人 裡面有來自不同的CostCop、SeaCon 這些不同的辦台灣這個開源的 這個conference的不同的社群 那參與在裡面那時候 最早提出一個法人組織概念的是SailGong 他是開了一個pay 在2014年的時候就說 我們這麼多各式各樣的開源的conference 可是我們每次跑帳都跑得很複雜 我們就是需要有一個法人組織 來幫我們處理金流、會計 各式各樣這種比較數目型的事情 那我們乾脆就大家這邊出一點錢 那邊出一點錢來成立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我們究竟要把這個OCF的成立 視為SeaCon是GNV的co-founder 所以他也是這個co-founder 他是兩個co-founder 所以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還是SeaCon作為一個開源社群的參與者 提了這個案 找了其他開源社群一起加入 就是SeaCon的這個角色本身也是多元重複的 他不只是GNV的創辦人之音 他也是開源很active的一個成員 所以他那時候找了幾個成員 就是大家來捐款啊開了一個pay 那時候其實來 願意來參與 然後有投注金額且錢的人 並不只是單純GNV社群這個人 所以OCF一開始成立 他的很大的一個宗旨就是 服務各式各樣的開源社群 那但是因為Sea有高的角色 然後他在裡面扮演著這個董事 這個董事會員的這個角色之一 他就希望可以再透過OCF去做一些社群 作為這種比較鬆散的去狀性化組織 做不到的事 所以最早他想要做的就是國際交流 所以在GNV國際交流之前 有了OCF的國際交流 然後第二個之後來就是 在TTCAT加入之後 有了關於這個新聞的計劃 跟更多的半活動的計劃 那因為這些計劃本身 他就有點像是在幫GNV的很多專案 推廣到國外去 所以成為有這個代表性問題 然後這中間其實很多的關鍵點 其實就在這個角色的混淆 那這個角色的混淆 其實也是來自於Sea有高做一個行動者 很多時候他就是先做再說 他不是先想了 我們要怎麼把這件事區分開來 那但是開始有衝突之後 就會需要處理這個衝突 才會有後面的這個治理機制要怎麼產生 然後或者是其實也很難產生 中間有很多就是摩擦跟衝突 這邊有很多人可能有經歷過細節 我也沒有經歷到完全的細節 那就是會有一些摩擦和衝突 最後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透過治理機制來處理 沒有辦法透過建立一個OCF 國際交流的治理機制 讓他真的成為GNV的一個國際交流組 所以直接fork出來一個GNV的國際交流 這是這樣子一個動態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去思考OCF跟GNV的角色 不應該是好像說他是死的 是禮或禮 而是他們本身就是一個串聯的 這個地下境的這個網絡的串聯 可是他在不同的時間點 他的串聯是緊密的或是斷裂的 那現在就是相對斷裂的時期 這是我的詮釋跟看法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當OCF在做國際交流的時候 他其實是GNV的一個國際交流專案嗎 我覺得他那時候是有帶著 我們要到國外去分享台灣的公民科技 但是那時候台灣的公民科技 基本上就是GNV 所以其實在國外的時候 的確會有這種角色混淆的狀況的產生 就是在出國去交流 或者是帶東西進來的時候 那個互動上是很模糊不清的 所以才會產生後面這個代表權的爭議跟討論 我覺得有可能產生混淆跟它就是會產生混淆是兩件事情 對吧 對但所以它其實現實上就是產生了混淆 才會有後續的問題發生 對啊 對 實際上在當下的狀況就是它的確就是產生了一個混淆 那這個混淆是intentional還是unintentional 我覺得這不是不是這麼單純可以切分的 就是人的這個意圖跟出發點 他很多時候在進行這個行動的時候 並不是想說我要搶走某種什麼樣的代表權 而是可能是想的是我想要推廣台灣的公民科技 而出去講了GinV的東西 然後就成為了這個代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對啊 OK 那這當然不無可能 我覺得這是benefit of the doubt 好 那我們再繼續下一題 下一題問說 如果台灣認同是GinV沒有人的最大公約數 那跑來持續參與的國際參與者要怎麼解釋呢 對加拿大人日本人來說 民主台灣跟威權中國的區分就會重要嗎 我覺得這要怎麼看 這蠻有趣的 就是 的確有很多來參加GinV的參與這個就是參訪者 但是實際上問這些參訪者 多數的人不太會把自己主觀的視為是GinV的參與者 他們可能帶有自己社群的身份來這裡交流跟協作 然後 那當然你 當然你不能單純的純粹說 裡面就沒有任何不是台灣協同的人 這樣子講也好 也太那個了 我們也有很多很多就是 譬如說Sam或是什麼 我相信他也會覺得他是參與者 那他可能有個外國人的協同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一個關鍵點就是 台灣認同是協議是人種上的差別嗎 還是一種意念就是說 對於一種價值的趨向 我是這樣子思考的 就是說我不會覺得多數的外國參與者 真的把自己視為GinV的參與者 即便他們非常的就是仰望或者是很崇拜這個GinV的東西 把GinV的一些概念帶回他們的社群或者是地方去 然後這樣子的去中心化的串連 可是這就是我覺得GinV很矛盾的地方 你剛來說地下金的串連是不應該有任何界限的 沒有族群啊國籍這樣的界限的 只是在這個理論上是這樣子想像的 可是現實的操作其實不是這樣的 他還是會有他固有的東西 他長出來的那樣子的東西 那理想上GinV大家會覺得沒有人應該就是都是所有人 可是現實的運作中多數的沒有人 其實就是在台灣然後為了台灣事情 台灣的問題跟台灣的議題所進行行動的這些人 那這些人可能有一些共享的價值 那我認為這個台灣人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然後開放是另外一個價值 這是我的觀察跟想法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有不同的觀察跟看法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這是可以開放討論的部分 就是你覺得台灣認同真的在GinV裡面很重要嗎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問台灣認同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這兩件事情是不是一樣 我是覺得不一定啊 對 雖然國籍不一定很重要的話 就是 這個問題 是 就是 當梅君在講台灣認同的時候 你在講的是 什麼樣的內涵 的台灣認同 因為台灣認同可能有很多不同層次 可能是 有人是要 法理認同 有人是 民主價值的認同 我不知道當你在說台灣認同的時候 是哪一個層次 哪一種內涵的 哪些內涵的認同 然後 另外一個是說 當我們在說 地下金是沒有界限 我對理論不清楚吧 但是很明顯的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社群是一個流動的社群 是一個開放的社群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些界限在的 它那個界限在於 你有沒有辦法認同這個 這個社群的理念跟價值 那當然 通常會覺得是很抽象 但其實根本的核心 我覺得都就是在 寫在GinV宣言裡面的這些事情 那所以其實今天很多新參者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看一下 那個GinV宣言 其實它裡面有講了很多 就是 簡潔扼要的 講了幾個核心的概念 就是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 這個社群會構成一個 一個 有些人會來 有些不會 有些人不會來的 一個實際上的界限 好 那我們就繼續下一題囉 好 下一題想問的是 感覺MG 巨細迷移的介紹 想知道 在你所參與的歷程中 有沒有參與者 違反社群規範的情況 那社群的處理機制又是什麼 這樣的處理機制 本身如何體現開放 沒有人是 沒有人是核心的精神 疑惑無法完全體現 違反社群規範的情況 一定是有發生 但是我現在 一時想不起來 或者是 就算想起來了 覺得好像也不是一個 拿出來講很好的故事 對 真的可怕 我覺得剛剛那個 這個問題 突然就接了大家 就是大家過去的傷痛 又開始稍微 癢 又就是被觸動了一下的感覺 這樣子 就是當時所受的運動傷害 這樣子 我的想像 沒有沒有這裡面就是 形形色色的人 不可能 就是要求形形色色的人 都符合社群規範 而且老實說 社群規範是抽象的 好像我們有個宣言 大家就覺得說 哦那規範很明確 這個白紙黑紙 但沒有啊 實際的運作中 大家對於開放的想像 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怎麼樣的人 叫做違反社群規範 是沒有人可以被定義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抽象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難 非常抽象 那 因為它這個 這樣子的運作的過程中 也很少有人會指名道姓說 你某某某違反了社群的 規範的ABCD條 只是因為它這個很抽象的狀態 所以常常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不是說 一群人跑出來說 A你違反了 而是 我覺得你做的不夠開放 我覺得這個是跟社群的精神不符合的 好有一個人這樣覺得 兩個人這樣覺得了 三個人這樣覺得了 產生了某些衝突 這些衝突的狀態下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大家坐下來說 到底哪裡不開放啊 你講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產生一個什麼機制讓它更開放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 就是我說的共筆這種狀態 然後來產生一個治理機制 那如果今天坐下來談不攏 或是根本坐不下來 那就沒救了 那就只好foking 就切分開來 大家就各做各的 那各做各的會發生什麼事 GMI的專案這個特性就是 當你同樣東西這樣往外分擦出來之後 越符合這個社群的理念 然後越讓大家認同的 就會更多人的加入 就是開始有點中心化的狀態 那支援就往 人或支援往某個地方移動 那個不受到歡迎的可能就會結束了 那它就會有一種很自然的淘汰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的回答會是這樣 就是其實不會發生大家想像中 這麼指名道姓 就一定是說A某誰誰誰違反了 可能大家心裡有類似這樣的故事啊 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不是這樣子在運作的 那對 對 我會這樣子來回答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那麼抽象耶 就第一個有宣言 第二個有COC 第三個有一些就像剛剛美軍講的共筆 有一些是凝聚社群共識的 就像美軍一開始講的 初略共識的共筆 譬如說怎麼自稱G0V參與者 譬如說你一開始就講 我們不講成員我們講參與者嘛 你如果講成員也沒有人會說你違反 就把你踢出去不可憐 但是我覺得沒有你講的那麼抽象 也沒有你講的那麼理論 對啊 就是有一些對我來說就是三個層次 一個就是COC最基本的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然後再來就是宣言 宣言就是價值的部分 然後最後是最模糊的 就是初略共識的共筆 對啊 這個都是有文本可詢的 嗯 我想要插一句話 就是拜託這邊的資深參與者 在提到所有縮寫 說到電影編的縮寫是什麼 COC是code of conduct 是 比如說不能去做性騷擾啊 或者是 因為政治立場歧視之類的 我怕大家聽不懂 嗯 好謝謝 小班佳佳 謝謝小班佳 感謝 我關於那個違反那個社群 就是規範或是社群裡面這個norm的事情 我其實是最近有一點 有一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觀察 其實社群裡面不太直接發生很激烈的衝突 就是你可以看到Snack上其實幾乎是沒有人在吵架的 那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如果有人 哈哈 有人要吵架的時候嗎 如果也 哈哈哈 不是不是 就是如果有人講了一些不太符合的話 不太符合社群精神的話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會 ignore 就是會當中沒看到 所以是用腳投票嗎 就是就是會不會去跟他 用腳投票 看心情啦 如果心情不好就會 對有時候你心情不好就會像Facebook的狀態一樣 看到有人貼了一個文章 下面想要跟他對吵 你不覺得 可是你不覺得 可是你不覺得在Snack裡面 這一種直接對吵的狀況不是很多吧 這個有之後在Snack上 都表現的心情很好啊 欸怎麼全民稱呼太嚴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對不起對不起 我覺得這要三幾個層次 所謂違反社群 有時候是就是說 欸我在Snack上面說話的方式 或者是那個是違反社群的一些原則的 那有時候大家就會出來 回應說 欸你這樣子發言可能不是很恰當 什麼什麼樣的說法更好 其實也不是指責 或者是說我把你踢出社群 因為你違反了什麼 而是說大家可能新參與啊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人來 不見得這麼的熟悉這個文化跟語彙 那只是一種提醒 那真的真的會到了吵架那個境界的時候 然後也通常就不會是拿出規章來 然後坐在那裡 然後一群人就是好像在審判一樣 然後反一群人反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這也不是這個開放社群會做的事情嗎 所以其實就像剛才Jelisabel說 很多時候是被ignore 就是說開放社群會有一個狀態就是 呃大家認同的東西就會聚集 你不被認同的東西就會漸漸的淡出 會被ignore掉 然後他就叫消失了這樣子 或者他就自己出去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而然 會在開圓社群產生的機制 OK 我最後這一題我稍微補充一下 Clear這邊在訊息這邊講的 他說我覺得應該是有一個最大公元素放在選言 甚至是治理機制 但誰有權利去執行這個治理機制 或是指出違反或將之排除於社群之外 問號 那無法有真正的全體共識吧 頂多只能說我不認同 或是某一個小部分的團體不認同 不會說社群覺得你違反某某機制這樣子 這的確是好像是現行的狀況這樣子 對啊應該沒辦法說社群覺得你違反 因為沒有社群這個人 沒有社群這個人 其實但是那個治理機制 其實現在是跟著各個中心存在的 就是治理機制現在基本上是在各個專案還有工作小組 他們有各自不同的治理機制 比如說像是slack他們有自己的管理員 或是就是有自己的治理機制 那九松有九松內部的治理機制 所以其實每個專案 他確實是有可能 就是 請求某人協助他離開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以整個社群來說 大概是不會發 沒有辦法不會發生這種事 同意 OK好下一題 下一題說 好奇梅君作為人類學家在GTV社群中扮演的角色 除了一位紀錄者跟訪談者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社會 與社群互動的方式或是貢獻 我就是很喜歡 在裡面就是 拉人串鈴一些東西 有時候 或者是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自己講自己有什麼貢獻好奇怪 我有做什麼貢獻嗎 找大家聊天 我們來幫你講你的貢獻 我最近做的那個啦 大學的那個應該算是我的貢獻吧 大學嗎 好好小班 就是大學 演劇教學的一些資料 對對對對對 就有一個貢禮這樣子 對對對 小班想要補充什麼 沒有我說既然MG不知道他貢獻 我們就來幫你 交你的貢獻 那小班有想到什麼貢獻的嗎 直播吹噓這個演講者好奇怪 哈哈 MG做了很多 一開始做很多翻譯的事情 不管是中翻譯或者是硬翻中 然後在開放文化基金會 國際交流的一些項目裡面 不管是把國際人帶到GNP 或是把GNP也帶到國際上也有 還有 因為MG做一位人類學家在GNP社群裡面 一直不斷的問大家說 你們真的是去 不是你們 GNP真的是去中心化嗎 然後真的沒有權力不對的嗎 到底誰決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MG在大家討論 GNP的治理機制的時候 影響了大家很多的走向 甚至在那個時候 MG你有參加公民科技的讀書會啊 就是 呃 蠻多的吧 我可以補充一個啦 就是去年開始的那個 呃立法院的OPG啊 那個開放 開放政府 OGP OGP我剛剛講錯了是不是 開放國會 對開放國會 對 那個翻譯的部分 那個MG有幫助很多這樣子 對 還蠻當時謝謝他幫助翻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是要把 呃我們想要去參加國際上開放國會這個組織嘛 然後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文件送去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要把我們 討論好的東西中文翻成英文這樣子 那MG當時幫了很多忙這樣子 對 謝謝大家的 幫我列出來 但是不好意思 我想說我要回應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是要吹噓我 這個問題是在問說 人類學家做研究者的角色是什麼 尤其在GNP這種 很容易變成了GNP參與者的角色 跟研究者的角色之間的這個轉換 然後我的實際經驗是我這個人轉換極度失敗 就是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參與的人 同時間我也在做這個研究 所以的確在我的論文很多地方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個參與者的字數 然後我覺得這也跟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有關 這個參與觀察法跟許多社會科學強調客觀的 從外面看過去的角色 看不到研究者的這個角色的這種寫作方式 跟人類學家這種我走進一個地方參與觀察 我寫的所有故事都一定是我參與的故事 不然我沒有辦法去寫它 所以這個時候對人類學家來講就會有這個角色的重疊 那我的這個重疊尤其非常的深 因為這個重疊它即便在我寫完論文後 然後我既是一個台灣人 我又回來這個社群 所以這個重疊是很強烈的 那對我來說也是一直在拉扯說 我怎麼樣把這個重疊是有一個正向的發展 而不是不好的方向前進 譬如說它既過度參與 但是又沒有辦法好好的把這個GIN的故事 就是用更 就是更有這個怎麼講 critical space 更有批判空間的方式去把它寫出來 那我還在拉扯這樣子的空間 這樣子 這樣說明的完整 訊息那邊Clear有在補充 在這個提問上面補充一個問題 因為字數還蠻多的 我先直接講說可能想要問的 應該是想要問說 那你要怎麼樣在這樣子的角色之下 保持那個客觀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我想強調就是 我從來沒有要保持客觀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做GINV的這三個概念 然後我有三個概念 我也是一個轉譯者的身份 這個轉譯者的角色 我是什麼樣的人 就會影響了我所看到的GINV是什麼樣子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任何一個人類學家都不會把自己放在一個客觀的角色上去做研究 那是很危險的 因為研究者的角色位置 地位是需要被揭露的 所以其實我在田野之初 基本上我的想法就是 我就放開心就做我自己 然後讓這個社群看到我是什麼樣的人 那這個時候 這樣子的人類學家會遇到這樣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這個你研究的團隊很艱難 你就進來了 第二種就是人家很討厭你就進不來 那這兩種人類學家都有 他們都寫出他們的民族值 然後他們就會寫出完全不一樣的民族值 都可能存在 但是我覺得是不同學科的訓練會有不一樣的狀態 那對人類學來說這都是有價值的 因為他強調的就是 這個從外面的人變成insider 變成靈驗的人的過程 再回到外面這樣子的來回的一個變成的過程 那不是說我今天只是作為一個寫問卷 或者什麼站在很高高在上的位子 然後把你的故事寫下來 但是我永遠不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不是我想要做研究的途徑 對 大概是這樣 因為時間關係現在9點53 剩7分鐘 Sorry 所以沒關係就是可能接下來後面的問題就會稍微 一點點快問快答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快速回復一下 對沒錯我就很傷心 我常常很傷心 但我在社群裡面不傷心 我通常是回到學術界的時候很傷心 因為我在學術界都會被挑戰我太在裡面 就是這樣 哦 OK OK Sorry 好我們快速了 我就是 你話太多了 沒關係 就只是因為事件的關係而已這樣子 好 其實純粹因為這樣 下一個是美國學界跟台灣學界對此論文的反應有什麼不同 OK 美國學界是這樣子喔 就是我覺得我的東西拿出去在這個 我認識的學界沒有那麼就是我沒有那麼厲害大家都認識這樣 但是可能在我心想我為什麼其實大家還蠻喜歡這樣子的團體的 我覺得很耳目一心 然後很有趣 然後可能是在這個他們他們所處的這個社群裡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們對我的論文其實是蠻蠻蠻肯定的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就是我的指導老師 所以他們就對我很肯定這樣 那台灣學界我遇到的狀況是 我通常不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詮釋均勻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就會像我剛剛談的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像地下經的這個流動的過程 可是從外面看起來常常是一個組織 一個被東西代表的組織 所以當我在說長相不是那樣子 然後他們從外面也稍微看到一點樣子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認知的落差 那這個認知的落差很多時候就會成為一個討論的空間 那很多時候我最常被批評的點就是 就是我太在裡面了 所以我說出來的話太過於把GV成員告訴我的話 當作事實來說出去 然後沒有這個好像站在一個比較外的角色去做一個批判的空間 這是我最想得到的批評 我覺得這個批評是我任何這樣的批評 這是存在這樣的問題 然後但是我覺得我不是我刻意的不站在那個位子 也是因為除了我本身是一個溫柔的人之外 自己這樣講 也跟我覺得主觀的看到的事物有它的價值的存在 然後那個我所描述的史的樣態 是有它的價值的 我像這樣這樣相信 對 好 OK 好 下一題 沒有 feedback 我說下一題喔 嗯 同時想問在這樣偏當代的社群研究中 做田野有沒有與過往 在弱勢群體中做田野不同的理論議題必須處理 另外學術圈教委非開放的實作文化 如何干擾你的研究過程 非開放的實作文化也不能說干擾 但我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想要發一個文章或者paper 然後那個journal都不是開放 如果我要讓那個文章open access的話 我必須要付一大筆錢 然後我付不起 然後我就只好偷偷把這個文章最後再開放 是一個我自己覺得和跟這個 我拿你們的故事寫了一個 然後放在我CV上的paper 可是我這個東西不能夠放在一個open access的旗刊上 這讓我覺得很痛苦 這是我覺得對中國的地方 然後我的題目的確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剛剛談到這個G&B這些參與者的樣子 白領階級學生沒有經濟壓力的這樣子的人 的確不是很多人類學或社會學做的這個弱勢群體 所以當我們在做弱勢群體的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傾向去尋找他們怎麼樣被 英文是empowerment 怎麼樣被父權 怎麼樣產生他們能動性去反抗這個制度的不平等 怎麼樣去對抗 那這樣的對抗 我們會覺得這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他們相對弱勢 可是他們可以找到能動性 做Dream Me Hacker的蘑菇點在於 我也是在找他們能動性是如何產生 行動是如何產生 可是他們本身是相對比較有技術跟能力的 這一群人的時候 我在學界裡面去說他們怎麼樣產生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視為不太不夠批判 就是現在在做跟科技有關的研究 其實比較喜歡的方向是對科技有一定程度的批判 就是說指出科技的問題點 科技不夠開放的地方 科技會造成像黑鏡的狀況的這些故事的狀態 這是比較在做跟這個數位科技有關的研究的這個主流的寫法 會是往這個方向寫 那我的這個題目剛好是 不是這個方向寫的 所以我常常會掙扎在 我要硬是把我自己往那個方向放 然後去寫出一個 其實GINV他產生了什麼樣的封閉的問題這樣子 還是不要怎麼做 這常常是我 我覺得就是 我在跟學術界對話有時候有的拉扯 然後我沒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交集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OK好 那我們下一題 我剛剛念的時候有念錯 就是剛剛他講的那段是田野不同的倫理議題 也不是理論問題議題 我剛剛講錯了這樣 稍微補正一下 好我們下一題 從最初來自開源社群的共同發起人 和早期參與所形塑的文化 在更多領域的人加入後 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有什麼樣的挑戰或是磨合嗎 新來的人理解GINV的本質是開源社群嗎 對這個題目非常有趣喔 其實很多很多新就是新來的參與者 尤其其實2014 2015年後面的參與者 不見得會知道這裡跟開源社群的密切的關係 或是進來之後才認識開源這個概念 那他們可能相對於對開源員沒有那麼多 這個比較複雜的認識喔 那但是也在這個過程中開始知道 好多共筆喔 協作是什麼 慢慢的去理解開源是什麼 可是他們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原來台灣還有其他Cost Club開源啊 國外是什麼樣的開源啊 然後其他的開源社群是什麼 那但是這並不 這就是我說的這個GINV 從這個開源軟體運動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喔 就是如果他只是單純的只是一個開源社群的話 那他可能像這些開源社群 他專注在那個技術的本身 他專注在這個城市的改變 專注在突破某一種這個著作權 可是他可能不會去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 很多開源社群其實是非常不正直 是非常anti-politics的 非常多的開源社群是這樣子的喔 那甚至有些開源社群的參與者是 是很很常政治不正確 就是會說一些讓大家整個傻眼的一些話的喔 就是這也是在國際開源社群會看到的狀態喔 所以他並不會產生問題 他可能是這個社群他成長的一個 一定會產生的一個過程 那但是開源的一些重要的核心概念 還是存在在GINV的這個文化裡面喔 是透過變成了內在的一個沒有人的文化 來自己培養出對於這個開源是什麼的一個想像 不見得一定要追溯回去知道 國際這個開源軟體運動是什麼 這樣 那中生當然一定有挑戰過磨合嘛 因為其實常常來就會有這種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打開來 為什麼我要寫授權是什麼 就是那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CC是什麼 這就是一種磨合的過程嘛 那我覺得目前因為發展到一個程度 其實這個文化還蠻結實的 所以其實讓新來的人去接受這個過程 倒是不會那麼的痛苦 只是會有一個過程而已這樣 對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現在已經10點01分了 所以時間上已經差不多這樣 沒關係就是 我的話會比較堅持說就是 我們預定時間到幾年就到幾年 因為 就是大家也都很忙 就是可能 尤其我記得 美軍就是現在就是因為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是 常常會在家裡要照顧小孩這樣子 就大家都 就家裡有小孩的人都會非常辛苦 這樣子 我知道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 這邊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合作是co-worker嗎 還是可以詢問一下協作概念的英文用詞嗎 這個還蠻直接答的就是協作就是co-laboration 對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在維基百科上面查這個單字 也可以找到相關的敘述這樣子 就是 最後就以這題結束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嗯 對 我還蠻喜歡就是美軍就是 最 前面分享的時候講說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從 行動開始的這樣 就是在GinnyV社群這邊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 專案的一開頭 就是大家有想要做什麼然後行動開始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也很喜歡美軍講說 那很多時候這些專案最後都是開放結局這樣 我剛有聽到一個這樣子的關鍵字 我也蠻喜歡這個詞的這樣子 對 然後 因為其實我看那個論文的過程中 我也沒有 把它看完真的蠻多的 然後 我有看到有時候會 美軍會直接把我們中文在用的詞 然後就是稍微用個 音標示的方式把它翻譯過來這樣子 然後我有看到一個叫做開放 然後翻成 KAI 然後放這樣子 就是很有趣的那個放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翻譯還蠻 我還蠻喜歡 我個人蠻喜歡 就是開放這樣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 這算是我的一個總結這樣子 那今天很謝謝美軍就是 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就是前面講一個小時 然後後面回答那麼多一個小時這樣子 真的 很不簡單這樣 然後真的很謝謝你花這個時間過來 就是跟大家來分享這樣子 那 很多題目都還沒有講到 那我到時候會把它貼在我們這一次活動共筆上 然後 美軍可能之後可以看到一下 然後做文字上面的回覆 或者是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回覆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這樣 我們用共筆繼續聊吧 那我可能會回的有點慢就是 對對對 就是因為 現在大家疫情的關係 所以可能都會 有一些調整會忙會很辛苦這樣 所以就是大家 呃 呃 祝福大家啦 對啊希望這波疫情可以早一點 有一些 趨緩的跡象這樣 跡象這樣子 OK 好 然後最後Rony1也說 就是歡迎大家到Slack G0V的Slack 就是繼續去聊一聊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大家就是 可以一起開個麥跟美軍說拜拜這樣子 對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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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要把那個 說美軍頭髮好漂亮 那個archive 把它拉回來 這樣子 哈哈 可以 自頂這樣子 自頂這樣子 OK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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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分享 這些分鐘 地 coch23 ätze 貴